今天儿子来了吗 来了 让我们掌声有请 来 做一下自我介绍 各位老师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任甲可的妈妈 我叫易静怡 又睡 家里颜值最高的在这儿 这长得像妈 来 有请工作人员 拿两个巴凳 这孩子你带 她从两个宴上 我从北京接回来 那时候女儿在北京康复 不能动吗 也就是我最痛苦 最伤心的一件事 你女儿又要哭了呢 这说点儿子 我看到我妈不是 看到我妈妈就想哭 为什么 对不起他们 是觉得拖累他们 我倒尽量不去拖累他们 但是觉得爸爸妈妈 对我的洋育之恩 我没有 很好的去回报他们 这儿子懂事吧 他有的时候会跟他爸爸出去 我在家里等他们 因为我出去经常不方便 他就会说 给妈妈也带一个 给妈妈也带一个 然后会帮我递化妆品 有时候泡泡脚 聊聊水 然后帮我按按摩什么的 都会 尤其是经常这个腿 时间长了会 筋挛 不受控制的抖动 抖掉了我儿子 就会帮我扶起来 李军艳 你将来想做什么 我想做大夫 为啥要当医生 给妈妈治病 人生总是有很多 措手不及的事情 是 就像今天也有一个神秘嘉宾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是谁 我们来看看一段短片 神秘嘉宾 我们已经认识十几年了 有开心也有难过 开心呢就是跟你一起逛街 一起聊心事 甚至呢晚上睡不着 我们还互相跑到 对方的家里面聊心事 然后一起护面膜 我很庆幸 你从每天晚上要坚持护面膜 才肯入睡的 这么爱漂亮的女孩子 能很快的就 就是你的心情 跟你的精神很快的就站立起来 然后依然每天很有仪式感的生活 你把生活过得很精彩 这是我觉得看你这样 我很欣慰的地方 不要经常感冒 每次听到你感冒的时候 那个咳嗽声不上不下的卡在那里 我都很喜欢叔叔阿姨 就是每天叫过你也很辛苦 也希望他们健健康康的 然后长命百岁 在接下来的日子呢 都开开心心的每一天 这真闺蜜啊 嗯 怎么她的闺蜜 你看了这视频 你也流泪 在她好的时候 我经常去厦门 他们两个就在一块生活 我做饭什么做下都叫她吃饭 到清园那样的 看她 其实她刚才说了一句 很难想象 像你不敷面膜睡不着的女人 现在还能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坚持下去 是吧 越是这样越对自己有要求 越要在世人面前展现出 我们跨越了困难 嗯 你今天的幸福心愿 跟这个有关系吗 有 来 你上前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开一家化妆品的实体店 好 谢谢 来 请回 开化妆品的实体店 这个想法还是来源于 支持我 喜欢我 信任我的粉丝们 他们看到我不能动的双手 就在想 是你老公帮你化的妆吗 然后通过了解才知道 我是用嘴巴 咬开化妆品的盖 用双手夹着化妆品 一点一点锻炼出来的 一开始 我化妆可能需要一整天时间 真的太难 但是这样去拧开它 然后到后面 我慢慢通过练习练习 现在两个时间 可以完成我的妆容 而且画得很精致 那这跟你开实体店 有什么关系 他们说 你应该开一个实体店 然后这样的话 你老公又可以照顾你 他也可以去店里面打理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你是真正的 从内心走出来了 而且现在看你的状态 是过上了很幸福的生活 我们梅尔木医院呢 愿意资助一千元来帮助你 谢谢老师 其实你线上下订单 线下去体验 其实这样可以结合 把这个事业做得更好 那么我们五居五宿呢 也向您捐赠三千元 谢谢老师 建议你可以把自己 做一个新闻品类的市场 自己不用生产 找别人去做代工 如果说你有想往品牌方面走的话 我们熊上网倒是完全可以帮助你 第二个呢就是给你的儿子送一套 我们的斯托克的这个高端妇服产品 价值两千元 谢谢 谢谢老师 不建议你去开实体店 但是我建议你去开工作室 如果你去开工作室的话 我这边就是代表我们陈美国际 素色品牌 愿意扶持你两千块钱创业基金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我们的产品 等你卖了之后 有一些成绩之后 可以再给我们去结款啊这样 就是先可以给你提供货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而且我觉得 她是有一个很好的帮手啊 妈妈呀 对 妈妈54了 你看这皮肤保持的 对 对不对 这是很好的帮手啊 谢谢大家 我把我的面膜也送给妈妈用 这也是很多粉丝关注我 他们就说 这些东西 看到你我都勤奋了 特别能激发那些失恋了 离婚了 遭受打击 正处于生活困境 每天蓬头垢面 不打理自己的女人 一看到你这个 马上来了自信 我也要修饰自己 对 好吧 别的不多说了 创业靠自己 有的时候经验要听别人 好不好 谢谢你们 来 再见 谢谢 谢谢 往前走 谢谢各位观众吧